阿迪達的Summer League夏季聯賽 群球首勝的中興特工 交手台批永風雲豹 上半場比賽中興就展現長城炮火 修賽季補強加盟的李瑞琦 個人就以百分百命中率投進四顆三分 帶領球隊取得十九分的領先 而來到下半場比賽 儘管中興這邊手感降溫 但是雲豹也沒能把握機會將分差縮小 更學上加上的是他們修賽季 為了彌補蔣玉安離隊後的後衛空缺 從而迎進的呂继兒 在上場比賽末節一次切入後 直接倒地不起 並且被抬了出場 就讓他們新賽季後場就備受打擊 回到比賽 落得雲豹在損失後場大將後 也無力反撲 中場雲豹就以六四比九十一 大比分差敗給中興 而獲勝特工則是席英夏聯首勝 那今天其實我們人員一樣比較短少 那我們前面打了大四賽 今天算是四天第三場比賽 那大家也比較疲憊 那教練告訴我們要更專注 不然會有受傷的風險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前面就展現我們自己的防守跟轉換怪攻 然後剛才把分數拉開 然後就順利拿上場比賽 因為前幾場其實他們沒有打得太差啦 只是結果是輸啦 可是內容其實是他們有展現出他們應該要有的拚勁 然後跟打球的積極度 還有防守的態度吧 這些展現出來才是這個比賽所需要的 對我們球隊也沒有要求說他們要要贏誰要贏誰 就是他們把他們最基本的態度跟 這場比賽除了新同學有亮眼表現以外 特工隊上備受期待的譚傑龍 排著球賽季獲得球團復數年合約肯定 並且馬上在球場展現自己的企圖心 這場比賽攪除二十一分十四籃板六珠宮的全能數據 墨傑更是上演一個精彩扣籃 其實每一場都打得差不多啦 只是前面幾場可能一些外線的命中率 然後一些搭配默契還沒有到特別好 可是我覺得經過前面三個禮拜 我們的夏季聯賽還有打大師賽 今天的命中率終於回來然後提升了 然後終於跟新的隊友們的搭配跟默契有充足 所以有好的數據 感覺到了就是好像所有腳步 然後防守都在隊裡的位置 那就扣一顆吧 今年暑假特工在阿巴西里隊 遠赴日本直籃挑戰 休賽季嘗試全新陣容調整 因此在自辦夏季聯賽以及大師賽 輪修林文漢 曾文鼎 黃文漢 希雅軒 四大本土主力來鍛鍊全新陣容 整體戰力面臨嚴峻考驗 更是吞下一波五連敗 不過經過這場比賽 新同學以及原本正宗年輕球員 都能攪出好表現 相信對特工衝擊TPBL首座總冠軍 絕對是好的開始 我來替大家采放報導 今年來國內大專籃球聯賽吹起外籍身的風潮 而以本土戰力打天下的臺灣師大 為了球員更好的發展 決定也引進隊時的首位外籍身 來自法國的Henia Ryan身高203公分 讓擁有一票刁鑽後衛的台師大 瞬間多了與其他競旅互拼進去的本錢 而且Ryan來頭也不小 曾經在法國直籃大都會92隊的青年隊效力 跟後來進入NBA的超新星 Victor-Wenwenyama學過兩招 在這場第二屆CBL大學籃球主客廠邀請賽的開幕戰 臺師大教授臺科大正是Ryan的初登板 全校師生球迷的加油支持 相信對他而言是不錯的見面禮 也令人更加期待新學年他與臺師大有怎樣的表現 未來體育台肛盲節成為話採訪報導 正為這個世代最偉大的足球巨型之一 葡萄牙球星Christian Ronado 雖然已經三十九歲 補台沙烏地阿拉伯聯賽的表現 依然相當亮眼 這一次他再度義無反顧 踢上國家對戰袍 出戰接下來的歐洲國家聯賽分組賽 希望幫葡萄牙取得好成績 這位三十九歲球王透露在歐國盃結束後 他從未想過離開國家隊 但是當被問到是否會續戰二零二六世界盃 麗平生涯首座大力神盃 他則表示自己專注於眼前 目前還沒想到那裡 吳夏立與美職國際 邁阿密的三十七歲 前鋒Ruiz Suarez 則是在記者會上宣布 自己將在和巴拉圭的世界盃 南美洲區資格賽後 正式退出烏拉圭骨甲隊 有三十七歲 目前以六十九球成為國家隊 對史進球王的Ruiz Suarez 儘管宣布國家隊退役 不過熱愛足球的他 接下來將會繼續參加美職聯的比賽 儘管他也強調自己對未來當教練 一點興趣都沒有 但是會繼續支持烏拉圭國族